因為阿蓮自己在台灣遭受性侵 我覺得這會導致他回到那邊之後 他更想他因為太害怕被家人發現 這樣性侵這件事真是恐怖 就是他明明作為一個受害者 可是這件事情被傳回家鄉 卻會變成他的警孤咒 我遇到一些仲介就是用這種方式 威脅在人被性侵的家人 就是說如果你出來控制婦族 或者要轉換或者要幹嘛 那我就要把話傳回去 讓你家人知道你在這邊被性侵 就那個性道德用來還是鋪天蓋地 所以阿蓮在台灣不是阿蓮 是阿蓮在台灣性侵之後 後來他回到越南之後 他就開始疑生疑鬼 就是他老公外語 我跟他老公的相處跟其他的人問 我覺得可能沒有 就是整個村子這麼密集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不是阿蓮想太多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完全可以理解他 因為我在台灣跟他一起經歷過 他被性侵被要求去作證 然後他不是主動要去控訴那個人 他本想忍氣吞聲算 可是台灣的政府要保護他 因為他是人口販運的被害人 台灣的人口販運因為美國很重視這件事 所以台灣政府就變得很重視這件事 所以我們到處抓人口販運的家害者 要起訴他們 要起訴他們就要被害人出來指認 所以阿蓮在台灣被強迫要指認他的家害者 所以他就一直很擔心他這件事會傳回去 所以我覺得使他回家之後 整個傑斯底里然後變成一個 他不斷地懷疑他老公外語 然後整個家座烏煙瘴氣 就你看到是各式各樣人在不同的處境裡頭 他由於太害怕被揭露 乃至於他就成為另外一個人 可是我作為一個書寫者 我要把故事停留在我所看到的 成為這樣的一個阿蓮 我覺得我真不忍心 所以書寫者有一個特權 就是說怎麼結構這個故事 雖然我沒有虛構他 終究是我來結構 我來剪接的 所以在阿蓮的故事裡頭 我讓他在 我跟他一起下田 他在田裡頭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豪爽大方 然後永遠不喊淚 然後他在那個在田裡頭的勞動 你看他整個人的閃閃發亮 然後我跟他的女兒們 我跟他的女兒跟兒子 都已經快要受不了 我們都在後面就是做得很辛苦 因為那是水到田 一直把我們的 就是把我們的腳都吃進去 可是他的速度飛快一直往前 然後像個將軍一樣 那個阿蓮我永遠忘不了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我看到他離開田的時候 他那種緊張那種 整個人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不是農作 如果不是返鄉的農作 我想他就要瘋了 就是那種心裡的內在壓力 性道德的污名 一路伴隨他回去 我覺得快逼瘋他 可是返鄉帶來的這種農地的勞作 又讓他釋放了 所以我最後的故事 我是結束在他在田裡的樣子 那是我真心期待的樣子 就是說我一方面看到他飽受 飽受這種恐懼的扭曲 可是我另一方面又看到 他的農作 習慣的這些農作 給他帶來的這個 讓我覺得還有一些希望 對 拜拜 欸 你有人要說什麼嗎 剛剛那個有一個冰榔的那個 女性跟冰榔 吃下一個 很想吃到冰榔 其實應該是說很有趣就是 我在那邊看到他們冰榔都很大顆 然後他們叫我吃 我也就趕快吃 因為他們不加石灰 他們的冰榔 就是說後來我就會發現 都是女人在吃 男人不吃 而且女人你看他們都會吃的 整個嘴都是紅紅的 牙齒都是黑的 然後你就會想 欸 這怎麼回事呢 後來當然就查了一些資料 大概就是 其實早期這種吃冰榔 而且刻意有意的把自己的那個 法王子牙齒染黑 是他們的一種微微時尚 就是說 就說月飛其實是越漂亮 因為你有錢去 有魚匣去吃冰榔 表示你其實是上層階級的人 我覺得有點像明末清初 就是說清末明初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吸鴉片 也曾經是上流師階級的某種 對 你吸的洗鴉片 還表示事實上你的家境是比較好的 那就是你會看到一些現象 然後回頭去看他的那個文化 那當然也是說 其實他也不能成功印證 女性角色其實真的 特別在農村裡 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為什麼到現在 大家還是會常常說 欸 越南是母系社會 雖然他在祭祀跟姓氏神傳上 完全不符合社會學的規範 社會學對母系社會有一定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 那個女性角色的強韌跟重要 我覺得也出現在他早期的 很多的文學重點裡頭 看著他也是很好的 然後這個是房子裡頭 其實他們的傳統的房子裡頭 其實這個屋簷上都會寫字 寫判數 例如說是什麼子從卯食 什麼什麼什麼那個時候立的 然後會寫一些財啊 富啊 一些比較好聽的話 那他們就說是老人家傳來的智慧 其實是保障全家國樂 而且保障安全 可是問他們認不認識那些字 都不認識的 所以你在越南的一些古廟裡頭 其實也會看到非常多的漢字 雖然有的漢字我們也根本 完全看不懂 那其實這是老師前面有講的 就是漢字跟男字 他們有自創的男字 其實作為一個傳統 但是當然到了越南 他在北越成立 就是說北越共和國成立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廢除漢字 改用羅馬拼音的文字 那所以越南文 其實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文字 我有去學越南文 他真的文法亂七八糟就很隨便 是一個很隨便的語言 不像法文 我也學過法文 法文就好難 斤斤計較 因為他發展了這麼久 那越南文真的是一個隨便的文字 文法很隨便 問題是因為他的字不多 所以就變成那個發音很重要 那那個發音錯一點點就錯很多 然後我的老師一定是新娘 因為在新娘才能在台灣待個久 才有辦法去從事教學 但是南越 那新娘又來自南越 南北越起碼差了 就是他們的口音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每一次開口 北越的人都聽不懂 就好挫折喔 但是還好 就有點像就是就是我 但是這種一朝半夕 已經讓我在越南這樣打通關很方便 他們都雖然聽不太懂 很努力的聽懂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我已經這麼有誠意了 所以當然就就我在那邊也就通行無阻 所以學習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 而且語言你就會發現不同的語言系統 例如說在越南語裡頭 老師如果有學過就知道 他沒有他沒有那麼直接的你跟我 就是說不是我愛你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要學外國語言想說 哇 I love you啊 Jotan啊 就學我愛你不是最好用嗎 可是在越南語就沒有這樣子說 他只有相對的稱呼 例如說是我是女生我跟男生說 我又是年紀比他大的女生 跟年紀比較小的男生說 跟我作為一個男性 所以你不同的稱謂 不同的關係裡頭 我的說法都不一樣 那你就會知道說 哇 對越南來說 關係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頭 你我他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是因為你是你是誰 而我會變成誰 因為你是兇我就會變成妹 然後因為你是妹我就會變成己 所以這個我就會變成 就這我就不會是一個我通行道理 可是這種語言的設計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認識這個民族 我就藉由語言是一個很有趣的認識土地 好啦 天下吧 我覺得我把這一個講完好了 因為那個也是我在越南看到很有趣 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家也知道 馬克思曾經說那個宗教是窮人的鴉片 就是欺騙窮人 讓大家對現世的這個不好 不平等 不滿 通通都壓抑過去 因為我們期待來勢比較好 那所以說社會主義國家 按理說宗教就好像比較不重要 可是越南很特別 就是他們這是就平常的人 那裡說什麼都拜喔 觀音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還有他們的祖母啊 然後胡志明 就是胡志明到處都拜了 然後在廟裡頭也有胡志明像 然後當然就是 然後我在他們的天主教 我到了好幾個天主教堂 因為天主教在胡志明 在越南算是比台灣的人口還要多 至少有10%以上 所以很多的 很多特別是那種有點 少數民族部落 其實有點像台灣的原住民部落 是很多的天主教堂 這跟當初他們也有西方殖民者進入有關 這就是台灣的類似的經驗 我們都曾經被殖民過 那所以殖民的經驗會伴隨著傳教師進來 然後傳教師就有很多的那種天主教堂 就在他們天主教堂 例如說我們在那個耶那葉 你就會看到哇那個天主教堂 外面是完全是那種哥德式的 那種深冷的很多的繁複的那種結構 堅定的 就是那種非常西方的 可是在裡面 在裡面呢也可以擦香 也可以拜拜 然後你又看到小天使 然後拿著一爐香這樣子 就完全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還參加了一場喪禮 就是那我就跟 我就因為我認識的其中一個人 他剛好就是那種喪禮的禮師這樣子 在那邊吹喇叭的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參加喪禮 然後參加喪禮的時候 他們還把棺材就抬進去 然後抬進去之後 然後大家都劈麻戴笑 就是在天主教堂裡頭 都劈麻戴笑 然後神父呢就出來這樣子 灑酒在棺木上面 然後跟著劈麻戴笑的人們一起走 一起把棺材給出去 就你完全靠地方的民俗 跟他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宗教 通通都融合在一起 在越南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點 就是他完全不忌諱 然後他們也拿香 然後再就結合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很特別的音樂部分 好啦先停一下吧 大家可以聊聊 否則大家都太累了 我們要不要開一下燈 虎師妳去多久啊 妳在那邊 我斷斷續續去 那我逝去我會 因為為了省錢 所以我逝去會去個 一兩個月這樣子 待久一點 那我大概就是住到他們家裡去 有一點像撞球 我住到這個人家裡 後來就會有別人來找我 然後叫我去他家 我就住到下一個人家去這樣子 有沒有人特別想說什麼 或者聊什麼 好啦問你們聽到什麼 或者到目前為止會想說什麼 我反而沒有講太多的政策 其實我後面有 但是我覺得那就脫離了 我覺得就是說 對越南有多一些了解 因為我也沒去過這樣子 然後北越南越有過 不是那麼清楚 有些時候我覺得就是 你就會 就會 來那先讓妳算 來來來來 先好朋友 喔 對 一時之前我在 對 在東歐工作 就不知道又說什麼 謝謝 我覺得都行 妳現在想說什麼都行 就是很感謝這個分享 因為我想就是很觸動我的 那故事的部分 因為以前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就是接去當地的老公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工商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在工廠裡面上班的 包括在富士康裡面上班那些老公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現在用哪種手機 都是很很漂亮的 其實他們是用很多化學品 來去清潔那個品牌 所以才那很漂亮 所以其實很多他們是工商 一個就是職業病 然後職業病的那些工人 他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他回家 或者是他覺得工作很累 然後就沒有精神 然後他持工回到老家之後呢 那病才發出來 其實很多情況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就是回家這個部分很重要 因為很多故事是 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在城市的部分 但是在農村 整個故事其實是 完全沒有人提的 或者是就算我們這種工作者 都有可能是 因為你在城市裡面 你要接觸很多的個案 但是他們回去之後 他的整個生命到底是怎樣 因為當他有業病 或者是他充實 他整個家庭 或者是年代的整個 他過去的生活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對我來說 是很搭的 因為他的中間 其實講到很多的工人 其實他雖然是台灣 就是來台灣工作 或者他本身是越南 跟我以前在中國接觸的 那個國籍不一樣 但是那個故事是很相似 所以就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 很 我覺得很出動我的部分 謝謝 謝謝 那你現在要等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或者有一些他可能沒有 肉體上的受傷 像我說遭受性侵或其他的 是那種怎麼樣在結構裡頭 被扭曲的部分 我覺得各式各樣 是我看不到的傷 帶著回去 所以我就會講 離散總有挫傷 我這樣的艱難 確實是好艱難 我跟他們回去的時候 都感受到那個艱難 重新開始斷裂 例如說 例如說 小孩子已經長成青少年了 可是我離家的時候 他可能只有三歲 那這個斷裂是無影迷符的斷裂 那怎麼看待 那他可能用各式各樣的物質的東西 來迷符 或者無影迷符 因為根本沒賺到錢 因為在台灣也受到了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壓迫 他可能最後沒有存到那麼多錢 這也非常的用 這些故事不被看見 謝謝 就是我會覺得說 多了解一個國家文化能 對於他們的人 你可能就是那個距離就會比較近一點 可是真的說 你要去認識他們跳舞的朋友 或是或是機會 因為語言的關係 對 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 對 我要去教育 就是踏出一步去 了解他人這樣 對 我們大家就先看看大家 目前在什麼狀態 想說什麼 其實比較想的是你當說 就是 先生過世以後 他後面的故事還蠻爛層的那樣子的 對 對 對 我的故事大概就是跟著人走 但是得看到他的結構的背景 看到這些歷史文化的差異 歷史文化可能作為一個背景出現 但是不影響我們作為一個背景出現 對外人的共通的部分 可以感知到他的痛苦 可以感知到他的猶豫 對 但是如果我們去除掉 扁平化掉這些歷史背景的話 我們就會陷入太主觀不斷 直接評判他人 所以這些東西好像就可以交織 這些東西 可以交織 所以這些東西好像就可以交織 可以交織 不用賣多嗎 可以賣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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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是中越 然後我就偏偏買了個書 然後他就教我 阿倫比較有說 欸這怎麼 出去講的七話買的好像不對 我本身也是高女人的 最後才知道的是 他講的都是北越的 然後當然就下了一點光明 然後在火季地方要交的時候 我又發現他就有點政治問題出來 北越現在是政治上是中心 經濟就不一定了 經濟可能是不治療 然後剛才提到他的媽媽不少 其實是男女的很多 北越的媽媽也有一部分 但是就相對的少 就是因為外老關係 其實就幾乎 那像我這句話 去支援去電話 那你要教的是 確實是語言不太一樣 有些地方就不一樣 它的差距可以甚至大過 連台灣在講的所謂的 國語華語跟北京 爸爸操控到程度了 他們甚至有時候比遲之量 我們這邊那個福古大留學生 北越跟南越 大家跟他講的時候 你講聲音都聽不懂 就是這樣子 經過一陣子才會遲疑 所以像我們這樣在這邊說 推國劇計畫 你要交的語言 媽媽來了 你說要交的 你要交的是北越或南越 問題就來 有沒有人討論 沒有 這邊問題就來 這個當然也給我很多的思考 我看到這個語言裡面的政治 像我台詞 剛才講到台語 剛才跟粵語之類的關係 其實都很有趣 那我一點不會有意思 就是這樣 還是你可以講的跟大哥一樣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聽到一些故事之後 先前開始吃兩種 尤其是聽到阿慶跟阿蓮的故事 可以感覺到他們 他們心裡的那種悲傷 然後再看到 阿慶他先吃的那個 祭拜桌的時候 突然有一種感嘆 這麼年輕 一小時就過去了 那阿慶跟他的小孩之後 該怎麼辦 然後我也感覺到 有一點是很澎湊 是 時間造成 人類科技的慢慢的先進 也大一個方便 可是 為什麼還會帶來 很澎湊的一件事情 是自根主義下的人們 會活得這麼辛苦 會帶來很多問題 像是 影星阿 還有 移工在台灣的制度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 應該怎麼解決 應該這麼的 讓它變得更 比較難那麼悲傷 我以為他們不用買了 你剛剛還好啦 我剛剛有講一個 確實實實 人類科技或者工具 進步到現在 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材料 早已遠遠超過 所有群體人民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到 早就超過我們的需要 可是這世界上 還有很多人都可以死 而很多人永遠太多 這樣也是 所以我剛好最近幾年都有點適合 吃了 在水裡 你怎麼可能吃得更多 找到一個人都可以吃 那它會很容易 那我來看 那我來看 我去看 那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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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看到 那我看到 在台灣的不寫,然後茫茫的不寫 然後再看老師的不寫,我就會一直照常的不寫出來 然後,不管是他們在這裡還是去我邊邊的都 會讓我想到不只是國籍的問題 我會想到為什麼人的途徑,就像老師剛剛講 西方其實很多時候才有其他地方 所以相對就是一邊是弱勢,一邊是強勢 怎麼樣能夠... 打算重來了 也沒有辦法就打算重來了 你是怎麼樣可以去取得 這樣稍微接近什麼一點點的 那怎麼樣可以試完之後 可以說出一點點,因為是關注的 我... 就是... 最早接觸移工朋友 因為我也是奶奶 那時候 就是... 大概八、九、十歲 那時候 就是需要有移工的姐妹來照 但是我那時候因為大概年紀還小 然後其實 就是... 我其實對家裡這一位那時候的姐妹 好像前後有兩位 其實我沒有太關注她 那時候 那時候的觀念是好像 爸爸媽媽會灌輸你 就是說好像他們來幫忙 就是奶奶服務 好像... 欸... 我不知道那時候 隱隱約會有一個階級的意思 雖然沒有說出口 但是隱隱約會覺得 哇...他們是用的 他們是嚇的 這樣的感覺 那當然我...我其實平常 因為本來就語言不是很通 他講的那個... 口音也很重 所以我其實... 後... 到後期 像我進來弘亞 欸... 然後有聽過那個張震老師 他們也來講過 然後... 有認識一些信仪女姐妹之後 就像老師剛剛說的一樣 突然發現說 欸...對啊 為什麼... 離我們那麼近的 也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朋友 來這裡工作 為什麼跟白人、白種人 西方、歐美國家 所謂先進國家 來這裡工作 我們對兩者的差別 居然是這麼大 而且應該是離我們那麼近的 而且... 我們這麼不熟悉 我們這麼不想去接觸認識她 所以到後來就是變成說 我覺得我也... 我也有被可能媒體或整個大環境 以前就是有一種心 好像... 這些東南亞姐妹他們講話很快 然後那個語調很尖很長 但是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在台灣工作 可能... 跟雇主的關係沒那麼好 難得看到自己的... 親朋好友 那當然是... 我們自己... 他相遇故事也是一樣的狀況 那... 為什麼你們要那麼... 我們這樣去... 苛求或苛責他們 一定要... 就是... 每個人應該就是有每個人 不同的文化 或者是行星 或者是表現方式 那...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想要做的就是 試著去把... 以前那種... 就是... 差別的... 不對的差別的... 那種的想法 慢慢的透過一次一次 跟新住民朋友 很多朋友 接觸 然後慢慢的擋著 當然這個接觸對我們來說 是收穫 與付出多 從來都是這樣子 就是... 以為在做助人的事 但是事實上 後來覺得其實是... 絕對自己有反向的修復 恐怕遠不助他 所以恐怕不是要助人 而是讓他有... 有機會有條件說出他的話 因為他們會沒有... 比較差別 其實沒條件 換講 我站起來說好了 因為...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幸運一點 就是說... 那個老師是我的妹 我們家最小的孩子 那他在書寫的過程中 其實我都... 都會有看見 我覺得我這個... 我應該說我非常的幸運 有這樣的一個妹妹 因為我其實 我是一個相當孤僻的人 所以我... 我總是... 不希望有人跟我接觸 尤其是... 當一個人講話非常大聲 或者有人在那些公務場 很不禮貌 或者是他們的動作非常大的時候 我其實是... 心裡是會排斥的 那因為顧雲林的關係 當我現在在台北五車站 看到所有的移工 當他們坐在那個... 大廳的地上的時候啊 我心裡其實... 就會變得很開心 至少這個大廳 因為... 為他們開放了 最早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不准他們在那一個 然後現在那個大廳為他們開放了 他們可以就是三五個 十四個 就... 可能是... 假日的時候就打電話 因為每個人可能都... 認識的人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他們打電話 然後就約在台北火車站 那台北火車站的前面 它是有一條街喔 就是一個小巷子 然後裡面賣了他們的食物 他們的家鄉食物 所以那個就會人山人海了 那... 他們這些擠不進去的人 或者他們不想有太多消費的人 沒有可能就帶個水 帶個麵包 他們就坐在大廳裡面 就不開在那邊 用他們家鄉話說話 那時候我就心裡會有種感動 我覺得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透過了很多譬如說像孤雲林 他們這些願意關心的人 不斷的發生不斷的發生 我們這個社會中 你願意接到的這些人 要不然的話像我們現在 我們住家的隔壁隔壁那一個房子 其實現在是給那個外體勞工在住的 那他們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每個人都拿著手機 然後就坐在地上的那個巷子 因為我們那是一條石巷子 所以說他們就坐在那個 我們的平常大家都會擋那個田園放下來 他們就坐在控制上就開始講電話 那你會覺得說你看他們在外面 這麼辛苦的鑽線 可是他們也有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一個 照說那個住的地方 如果有一個客廳 或者是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空間 他們這裡不一定 那是因為那一個住的地方 就塞了三十個外包 對 因為真的住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在裡面講話 他們會互相聲音會干擾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到外面來坐在外面 那我就想到說我有一陣子 我其實也是一個移工 我到大陸去 那因為我算是去那邊我算是做主管 所以主管有主管的辦公室 主管有主管的宿舍 然後主管有主管可以派車 所以我在那邊沒有感覺到說 我受到什麼樣的不舒服的待遇 或是說我會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在那邊好像是一個 很享受的一個過程 可是在假日的時候我也會去看到 譬如在那蘇州的那個經濟圖刊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工夫 因為我們那個 大概就跟我們男談那個差不多吧 然後他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有水運 然後所有的整個福辦全部都做滿了 從新疆 從鄭州 從湖南 從湖北 從各個他們大陸各省會來到那邊 來到蘇州 因為蘇州是一個公園區嘛 所以說他們有用了很多的民工 那這一民工他們就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那邊聊天吃飯啊 吃東西啊 然後就看水舞啊聽音樂 那是他們的消遣 那那時候我其實 我有時候我會 因為我很孤僻 所以我常是自己一個人 我會在京津湖看找一個咖啡店坐下來 然後我就在裡面吃東西 然後在裡面看書喝咖啡的時候 我就看見那群人在外面 然後我說我那時候因為我去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已經 那時候應該故意領著我們已經出版過了 所以我也在故意領著教育下 對於所謂的勞動傷害 對於所謂的移動動力者 我有一些認識 那時候我就會開始有一種自行的能力 我如果不是因為有這個書籍 不是因為跟故意領接觸的話 我其實我沒有那個自行能力 我會覺得說我其實是一個優越者 但他們只是因為他們其實是比我 就是我的那個階級意識是會存在的 可是透過了我覺得文字的書 學故意領可能沒有辦法 像今天這樣子跟著大家說 可是它透過這個書 然後可以很多人看到 看到的過程中可能就會慢慢的 會讓很多人知道 不管是一萬個人或兩萬個人 或像他的我們他們 我們已經第七版了 這第七版好像也不是很多 因為像如果是國文老師 他可能都已經二三十版了 因為他們有基本的學生 可是如果以一個社會運動的 那個孤零來講的話 這一本書可以拿到第七版七次 是表示很多人是受到感動的 那也受到了啟發 那我自己就覺得說 其實孤零的書寫它都讓我有很大大的啟發 雖然我是她的姐姐 我也很近距離開她 可是她通常很忙 那還非常的忙 所以她常常就很需要去幫 這些勞工與活動工作者 或受傷的人發生 所以說我們沒有很多實質的交談 可是我透過了文字去認識她內地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算是很幸運的 那我也很希望你們能夠跟很多人分享她的那兩本書 我覺得非常好看 真的喜歡妳好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